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开始来跟各位谈 保险法这个学科 那我们首先从保险法的总论 第一章序论开始跟各位谈起 那我们正式在说明保险法之前 我想要先就保险法上一个 重要的上位概念来跟各位提醒 我们学四个三四法的科目 这四个三四法的科目 都有一些立法的指导理念 我们简单的可以跟各位这样谈 公司法它之所以存在 那是因为人为了要获利 那要获利我们需要有一个媒介 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你一个人做生意赚钱 那没有问题 但是当你是两个人以上 要一起合作做生意 那我们呢总是要想一个方法 让这两个人呢 可以在一起好好的合作 好好的赚钱 那民法会告诉我们 我们用合伙好了 但是我们发觉 合伙固然是一个很好 使两个人合作的一个媒介 但是我们会发觉 合伙它要负无限责任 当然如果合伙商号经营的好 也是一个无限利益 但是人嘛总是想要在做生意的时候 控制一定的风险 所以我们希望如果两个人以上 要一起合作做生意 如果我们可以控制风险 而获得无限利益 那我们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呢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社会组织体 这个社会组织体就是法人 在盈利社团法人 当然就是公司 公司可以让我们享有无限利益 但是负的是一个有限责任 所以我们公司法 在有限责任无限利益的情形之下 对于公司的运作 做了详尽的规范 所以我们会跟你讲 在公司法 我们学最重要的 当然是股份有限公司 你要知道啦 有限公司跟股份有限公司 都是负有限责任 而这个有限公司跟股份有限公司 到底要如何的像一个自然人如此的运作 我们就有赖公司法详尽的规范 这个是我们在谈公司法的一个上位指导理念 有限负责任 有限责任无限利益 好 而我们在学海商法的时候 你会发觉海商法固然是为了国际贸易发展而来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是基于鼓励航海发展航运而为海商法的规范 你要知道 托运人把货物交给运送人运送 那照理来讲运送人提供运送服务 而获取运送报酬 也就是运费 那这应该就是我们海商法的规范范畴 但是你要知道 为了要鼓励航海发展航运 在这个上位指导理念之下 我们做了有很多有利于船舶所有人的规范 你可以发觉船舶所有人很多时候 他根本就运送货物的毁损灭失 他不需要负责 你可以去看海商法69条以下 有许多的免责规范 即使他要负赔偿责任 他常常也是负一个限制责任 那你说什么叫做限制责任 限制责任就是民法所谓的有限责任 所以海商法这么这么 优惠我们这一边的船舶所有人 使他有许多的法定免责 要负赔偿责任 常常对货物单位赔偿责任的限制 海商法70条 第二项有所谓的限制责任 种种优惠就是希望我们国家可以成为一个海运大国 海运大国那当然国力就会强盛 所以海商法是在一个并非基于公平正义理念之下的立法 他某种程度极尽的偏袒运送人 极尽的偏袒船舶所有人 那你说为什么做这样的规范 因为我们要鼓励航海发展航运 好那在票据法你就要知道我们票据有三种 哪三种呢 汇票本票支票 而汇票本票我们称之为信用工具 它是为了确保发票人的信用而为的一个信用工具 那我跟你讲啊 大家最常用的就是本票跟支票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本票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信用工具 而支票应该是代替货币的一个支付工具 但是在我国比较特别一点 常常把支票当作信用工具来使用 所以有所谓的远期支票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有机会到欧美各国 你会发觉当地的人真的是把支票当作现金来使用 超市很多就直接收支票 超商也收支票 好所以你要知道 票据是为了代替货币流通支票 确保信用汇票跟本票 这是票据法一个规范的理念 所以我们在学票据的时候 就告诉你汇票跟本票如何达到信用工具的功能 而支票又是如何的发挥代替货币的功能 这是我们在票据法上的学习概念 而在保险法我们在学习上 我们也有两句话要告诉你 这两句话就是消减恐惧 弥补损失 怎么说呢 好那我们开始就保险法的功能来跟各位说明 一句话 越有殷勤缘缺 人有旦夕祸福 你开工厂的 难保我们这边的工厂会发生火灾 发生一些不测的事故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会想到 我们有没有方法 对于这种不测的损害 我们有没有一个事先预防的方式 那我们当然跟各位说明 你会想 人嘛家庭就是储蓄嘛 那公司就是多一点流动资金 或者一些储备资金 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呢 所以我们经由 好一些人的共通想法 然后我们就创出一个互助的制度 这个互助的制度就是保险 保险可以说是人类互助的完美制度 怎么说呢 来我现在除了财产保险之外 我们这边人身保险 在业界常常有三句话 死得太急 责任未养 你还有许多的 亲朋 你还有许多的 上有高堂父母 下有妻儿成群 你走了 你的父母 你的妻儿怎么办呢 病得太长 情何以堪 生病 对家庭是一个很大的负累 这么庞大的医药费 往往会拖垮一个家庭 那如果活得太久 你要知道 床前无孝子 活得太久 晚景凄凉 所以我们会常常在人身保险的时候 听到 死得太急 责任未了 病得太长 情何以堪 活得太久 晚景凄凉 所以我们 是不是由保险 来加以 削减我们这三个恐惧呢 所以我们一起看文字了 人生在世 往往因不可预料 或不可抗力之事故 导致生活 难免遭遇 各种人生危险 财产危险 及对他人负担 损害赔偿的责任危险 这种责任的发生 未必自己有过失啊 我没有过失 我好好的开车在马路上 有人呢 在这边啊 从安全岛上跳下来 他就为了横跃马路 所以我们撞上他 照理来讲 我们可能说实体法上 我们没有任何的过失 但是我们跟你讲 你在实务的运作上啊 我们这边呢 法院常常 人都死了 你总是要负一点责任吧 所以即使这一个被你撞死的人 他有百分之九十九的过失 但是你还是有百分之一的过失 常常在刑法上 要嘛就是过失 自能于死 要嘛就是过失伤害 往往我们就是要负担一笔不少的赔偿金额 那这种赔偿金额 我们有没有办法 于事前加以预防呢 此种损失 如果我们可以透过保险制度 分摊消化于共同团体 自得大为减低 自得大为降低人生 走了 你可以安心 病了 你不用担心 对不对 我们这边活得太久 你呢 还有一笔钱可以拿 降低人生营业的风险 而能减少社会问题 维持社会安定 人生保险 我相信你很容易了解 财产保险 你看啊 如山风景区 空前浩解 如果你今天经营这个温泉饭店 倒了 怎么办 如果我们可以像米提饭店 这样子事前投保 在我们这一边呢 台风的时候 遭遇庞大的损失 我们可以获得五亿的理赔 那我们应该就还有 东山再起的机会 所以我们才跟你讲 我们这边的保险 消减恐惧 弥补损失 消减你在 人生 赔偿 你对于我们这一边 上有高堂父母 下有妻儿成群 你不会因为你死得太急 你的责任 没有办法尽到 你不会因为你生病 或者活得太久 脱累加速 对不对 这一些我们可以说 不能的完全把这些恐惧 迷于无形 但是总是可以消减嘛 在我们这一边呢 财产损失的时候 都可以加以填补 好 所以我们才跟你讲 功能主要有三 我们前面用两句话 消减因可能发生 不确定事故的恐惧感 你的孩子 你的妻子 还有你在意外生故的时候 保险金可以让他们 好好的活下去 让你的孩子可以长到大 弥补因不确定事故 而遭受的损害 保障被保险人遗嘱的生活 这个就是我们保险的功能 好 那我们简单的把保险的功能 用这两句话 跟各位这样讨论 消减恐惧 弥补损失 好吗 所以我们呢 商事法各两句话 你就把它记下来 公司法 有限责任 无限利益 而票据呢 代替货币 确保信用 海商呢 鼓励航海 发展航运 保险 消减恐惧 弥补损失 好 这是我们简单的 先跟各位谈到 保险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谈到保险的意义 保险的意义我们现在要分经济社会上的意义 第一点跟各位谈 第二点我们当然就会跟各位谈法律上的定义 好那我们先看经济社会上的意义 那我们等一下会再跟各位详细的介绍 因为这个经济社会上的意义 就是我们保险的要素 来我们一起看到它的意义 受同类危险 威胁之人 为了满足其成员 损害补偿之需要 而组成之双户性 且具有独立之法律上请求权的共同团体 这个就是我们保险的经济社会上的意义 那我们呢 对于这一段抽象的文字 我们会把它分成保险的五个要素 一个一个跟各位介绍 这五个要素就是 第一个危险共同团体 危险的同一性 补偿的需要性 团体组成的有场性 跟第五个 独立的法律上请求权 这五点 一点一点跟各位介绍 好所以我第一点定义 我就很快的先跳过去 我们先来看第二个法律上的定义 来 它在我们保险法第一条的规范 一起看 当事人约定 一方交付保险费于他方 他方对于因不可预料 或不可抗力之事故 所致之损害 负担赔偿财务之行为 根据前项所定的契约 称为保险契约 所以我们逐一的跟各位介绍 第一个保险是一个契约关系 来一起看 保险基于双方当事人的事前约定 而发生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 此种法律关系的成立 并非由于法定 我可以跟各位说明 你会发觉 你如果在学我们这边民法的时候 损害赔偿之战 有四个发生原因 这四个发生原因是什么呢 损害赔偿之战 有四个发生原因 哪四个 最常听到的就是侵权行为 第二个 债务不履行 第三个呢 法律规定 法律规定会发生损害赔偿之战 有啊 有很多啊 这种法律规定的损害赔偿之战 大部分都是无过失责任 例如我挑一个条文给你听 110条的 无权代理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对不对 110条无权代理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它不是侵权行为 它也不是债务不履行 它是一个 法律规定的损害赔偿之战 这样的规定 照明法也颇多的 第四个就是基于 法律行为所发生的损害赔偿之战 法律行为所发生的损害赔偿之战 最常见到的就是保险契约 或者我们这边所谓的违约金 那保险契约所发生的损害赔偿之战 就是我们第一点定义 保险为一种契约关系 并非出于法定 而是出于当事人的契约约定 这个契约约定就是保险契约 所以我跟你讲损害赔偿之战 有四个发生原因 知道了吗 侵权行为遭不履行 法律规定 法律行为 法律行为两个代表例子 保险契约 违约金契约 好 而这个契约的名称 我们现在开始跟你讲 这个叫做色性性契约 色性性契约 后面会再跟你讲 还有一个是色性性契约 你一定听过 赌博 赌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色性性契约 色性性就是 这个事情到底会发生 还是不会发生 我们不可预料 如果你可以预料它一定发生或不发生 那就不具有色性性 好吗 色性性的意思就是 我们对于一定事情的发生或不发生 我们没有办法肯定 所以我跟你打赌 对不对 我跟你打赌 那要赌博 那当然这件事情 你可能赌定它会发生 但是一定发生吗 可能是你主观上的确信 而不是它真的一定 或者不一定就会发生 所以赌博的意思就是 以偶然一定事实的发生或不发生 决定财获的归属 这个就叫做赌博 所以赌博 我们就叫做色性性契约 所以我们跟你讲嘛 你赌博你一定赢吗 简单来讲 如果你像电影这样赌胜 赌神 你会摸牌 你会戳牌 那我跟你讲 这叫老千 好吗 基本上你对于 这个甩子直出几点 你呢 没有办法控制它几点 如果你今天有办法 控制我要甩出六点就六点 那我跟你讲 你已经可以掌控了 那就不叫做色性性契约 好吗 所以保险事故会发生还是不会发生 是属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这个叫做色性性契约 保险就是一个典型的色性性契约 好 第二个 保险为有厂契约 所以一方支付保险费的契约关系 注意哦 保险必有保险费的存在 若无保险费的存在 则当是一方对他方应一定 事故所生之危险 我负担赔偿责任 那是属于损害担保契约 它不是保险 好吗 损害担保契约 基本上跟我们这一边的保险契约是不一样的 我举一个损害担保契约 你一定知道 今天我去买一个数位相机 各位同学 你这个数位相机是直接跟Sony买的吗 不是吧 我通常不是跟原厂买的 我这个Sony相机是像 加勒服 燦坤 全国电子 或者一些三星用品店买的 换句话讲 甲跟瘾地结买卖关系 但是各位同学 你一定知道 我们买了这一个数位相机 它一定会给你一个品质保证书 对不对 Sony Sony索尼原厂公司货 18个月保固 那我跟你讲 这个保固 请你注意 是在谁跟谁之间地结 是在乙跟Sony之间地结 是在消费者跟Sony之间地结 这个是损害担保契约 所以麻烦你注意 乙比是损害担保契约 甲乙是什么 甲乙是买卖契约 那我现在问你 我买回去的数位相机 结果 我用了几天 它居然发生问题了 那我对甲主张什么 各位同学 你对甲主张什么 你基于买卖关系 你跟他买了个数位相机 结果这个数位相机 拿回去一两天就出了问题 你对甲主张什么 对你在学名法的时候知道 这个叫做物资瑕疵担保 你可以依照359要求减价 360损害赔偿 364另行交付无瑕疵之物 对不对 你可以依照我们这边的359 360 364 当然我最希望跟甲主张什么 你换一个新的给我啊 对不对 简单来讲 我们如果主张物资瑕疵担保 我们可以主张四种法律效果 解约减价 损害赔偿 例行交付无瑕疵之物 对不对 但是各位同学 买了几天 我想你可以跟我们这边的甲 主张这些权利 而且通常你在七天之内 我想甲呢也很干脆啦 就直接换一台给你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是买回去几天 而是你用了一年两个月 也就是14个月之内 你现在呢 用了数位相机在使用上发生问题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14个月了 我相信没有一家公司会把 我们这边的数位相机再换给你 你说可能一段时间之内 这个甲还会换一个新的给你 但是你用了一年两个月之后 你叫甲换一个给你 做不到啦 我相信很多商家都做不到啦 那他可能会跟你讲说什么 我可以帮你送回原厂去修 或者你自己方便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送到原厂去修 那你要知道 你可以请原厂帮你修 是因为你这是公司货不是水货 所以你跟饼之间有一个品质保证书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损害担保契约 一起看 系纸当事人约定 一方对于他方担保一定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 并于该事项不发生或发生时赔偿他方所受的损害 我们套品质保证书就是 我跟你担保18个月内你买这个公司货 在正常使用的状况之下 这个Sony的相机是不会出问题的 如果18个月你正常使用的情况之下 这个相机出问题 我保证帮你修到好 这个就是品质保证书 所以你如果仔细看 你主张买卖是这样的法律效果 解约减价损害赔偿 另行交付无瑕疵之物 他没有帮你修哦 你要修就是透过品质保证书 所以我们跟你讲 这是买卖 这个是损害担保契约 那你当然也可以知道 两个是什么 相互独立无重属关系 所以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跟Sony 缔结我们这边的损害担保契约 可能往往都要符合我们这边 Sony一定的要求 例如以前可能都是这样子的 你这个品质保证书里面 要有店家的盖章 然后呢 你要将另外一连寄回Sony那边去 现在可能呢 网路时代通常会要求你 你要得到保固 你必须要上网登录 所以我跟你讲 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什么情况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上网登录 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店家盖章 你要知道Sony不会帮你修 但是各位同学 即使Sony不帮你修 你还是可以对贾主张什么 物资瑕疵担保 同样的 你如果在这边呢 不能主张物资瑕疵担保 但是你有店家呢 盖章Sony我会帮你修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损害担保契约 好吗 所以我才跟你讲 一定要支付保险费 如果今天你不需要支付保险费 就有人帮你把损害加以填补 这一个叫做损害担保契约 它不是我们这边的保险契约 所以各位同学 保险是基于事前缔约 事前缔约所形成的一个法律关系 而这个法律关系 一方也就是要保人必须支付保险费 而保险人必须为另外一方支付赔偿责任 负担赔偿责任 这个负担赔偿责任就是支付保险金 一起看到 保险为当事人 保险人一方负担 保险危险之发生 保险为当事人一方 负担保危险发生 赔偿财物的契约关系 所以要约人要支付保险费 保险人必须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契约关系 此种契约关系 在使保险人所付的债务 属于一种特别损害赔偿债务 该此种损害 是基于他方因不可预料 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损害而言 好 这是我们简单的跟各位谈到 法律上的意义有三种 你记住 这个是我们这边要保人跟保险人所成立的一个契约关系 要保人必须支付保险费 而保险人必须负担赔偿责任的契约关系 好吗 各位你要搞清楚 谁要付保险费 我先跟你讲要保人要付保险费 好吗 这个我们常常有许多同学 对于谁要付费会搞不清楚 例如我跟你讲 运送人 跟我们这一边谁缔结运送契约 这个很多人搞不清楚 我现在找黑猫宅即便帮我运送货物 各位同学我是什么人 我是托运人 黑猫宅即便是运送人 谁要付运费 托运人要付运费 当然有一个第三人 这个第三人叫做售货人 售货人有没有支付运费的义务 没有 那我一样告诉你 保险契约是谁跟谁之间缔结呢 保险契约是要保人跟保险人之间缔结 要保人必须支付保险费 而保险人必须要负担赔偿责任的契约关系 好 那我想我们现在要跟各位提一个问题 保险给付往往就是在消减恐惧 弥补损失 他常常就是一个损害赔偿 那保险给付跟损害赔偿之间的关系 到底为何呢 就像这里 我们这边蛇咬自愈 结果我们打血清的 这个人呢 居然因为血清死亡 那我们到底要不要理赔 这个理赔很明显是理赔给人身保险的受益人 那这个是损害赔偿吗 来 我们现在就跟各位讨论这个问题 保险给付与损害赔偿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可以跟各位说明 好 保险给付跟损害赔偿 我们先将保险分成两大类 一个叫做人身保险 这个人身保险我们是指纯粹的人身保险 例如死亡保险 生存保险 生存两核保险 这个是纯粹的人身保险 不当然具有填补损害的功能 因为在此受益人固然与被保险人有利害关系 但未必因保险事故之发生而使受益人受到损害 因此保险给付不具有填补损害的功能 各位这个常常都是你看你想一想吧 死得太急责任未了 死得太急责任未了 就是你死了上有高堂父母下有妻儿成全 你怎么照顾他 因为他们是受益人 他们可以拿到一笔保险金 帮我们尽完我们未尽的责任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 纯粹的人身保险不具有损害赔偿功能 而另外一个财产保险 跟另外一个非纯粹的人身保险 具有损害赔偿功能 来我们一起看 财产保险或具有财产保险性质的人身保险 我们主要是指伤害保险跟健康保险 好 这个伤害保险跟健康保险 即非纯粹的人身保险 具有损害赔偿的功能 被保险人也就是财产保险的 被保险人 受益人 伤害保险或健康保险的受益人 因保险事故的发生所致的损害 透过受领保险给付而被填补 顾可达弥补损失的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跟你讲 纯粹的人身保险 重点应该是在消减恐惧 而财产保险非纯粹的人身保险 它的重点应该在弥补损失 好 那我们区分这两点 它的实质意义在这三个 哪三个 第一个 发生超额保险与否 第二个 适用负保险规定与否 第三个 适用保险代位与否 好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 跟各位来做讨论 第二个 适用保险与否